面对绿营备战,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表示,欢迎各界人才。 中央社分享,有意参选新北市长的民进党立委吴秉睿今天说,与身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在英文会面后,总统告知新北市长提名有新的考量。 面对绿营备战,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表示,欢迎各界人才。 侯友宜办公室今天晚上表示,先前民进党等着国民党出牌,现在国民党等着看民进党出牌,不论绿营人选为何,了解市政,让民众能安居乐业,永远是第一要务。 侯友宜欢迎各界人才为新北努力,让新北更进步。 国民党发言人李明贤今天表示,国民党预计下周完成新北市长提名,至于民进党新北如何整合,国民党静观其变,绝无轻敌空间。 李明贤表示,国民党中央预计11日中常会完成桃园与新北提名,一切依照既定提名时程与布局进行。 至于民进党新北如何整合,国民党静观其变,也绝无轻敌空间一切等到绿营人选底定再说。 民进党在2018新北市长选举一亿,始终等待国民党提名人选出炉,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游席,方方土一直是被提到的人,立委乌宾锐,罗智正也都表态争取提名。 新北市是全国拒指标进的龙头选区,媒体记者昨天访问侯友宜时询问他,对于民进党若征兆苏贞昌参选新北市长的看法。 侯友宜说,欢迎任何人关心新北市市政,也祝福他们,希望一起为新北市政努力。 立委乌宾锐下午在脸书贴出讯息表示,下午与党主席会面蔡英文感谢他这一年多来的努力,但也告知党对于此次新北市长的提名会有新的考量,对于党做出这样的决定,他充分谅解,也完全支持,更会全力辅选未来的征兆人选。